今集我们是讲竞争 既然欲望是无限而资源是有限 当然会有稀小性 大家都想满足到他的欲望 那就一定要有竞争了 以价格做竞争条件 就是价格竞争 例如是拍卖的 价格者得 不是用价格做竞争条件 就叫做非价格竞争 例如是面试 考试 选美 咬售瓜 拆包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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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包等等 假如在竞争中输了 被拘除出去的 就叫做被歧视 总括来说 如果有稀小性的问题 就必然会有竞争 而有竞争 就必然会有歧视 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